統計顯示 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兇殺案是懲殺案 而懲殺案的兇手大多數都是編執狂 妄想現人格障礙又稱為編執現人格障礙 由於妄想現人格障礙的患者 很少有自知之明 對自己的編執行為持否認的態度 所以很難有一個確實的數據 去顯示它在社會上所佔的實際比例和人口 根據估算 妄想現人格障礙的患病率為2.3%至4.4% 也就是說大約每100個人中 大約有2至5個人患有妄想現人格障礙 以男性的患者較為常見 而他們大多數都是比較熱情的愛向人人 妄想現人格障礙的關鍵詞是猜疑、不信任和敏感 他們認為身邊的人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 只有自己才是最正直和高貴 所以一個妄想現人格障礙的患者 會經常懷疑其他人的行事目的 擔心自己被其他人傷害、貶低、甚至利用 經常會令自己處於戒備的狀態下 導致對其他人產生敵意 令他們具有攻擊性和容易憤怒 甚至會以一些不切實際的原因來貶低或威脅其他人 所以不能與身邊的家人和朋友和諧相處 甚至會變得愈來愈孤僻 沒辦法與現實生活接軌 而一直生活在被自己誇大的幻想中 如果你有需要與一個妄想現人格障礙患者共事 你會發現他們不願意復書 不願意承認自己有所錯誤 總是會千方百計地為自己進行辯護 就算已經理虧持窮 都會想盡辦法 甚至以一些詭辯方式來證明自己是對的 你可能會覺得他們的行為很怪異 甚至缺乏教養 但其實可能不是 而是他們的人格異常的問題 根據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搜查 妄想現人格障礙患者 會非常不信任和懷疑其他人 因為其他人總是懷有惡意的動機 患者成年後會在不同的環境下 呈現至少四種或以上的徵狀 第一 就是在沒有足夠的證據之下 懷疑其他人只在傷害、欺騙或剝奪自己 第二 就是沒有原因地擔心身邊的朋友 或一起共事的人的忠誠度或可靠度 第三 就是不希望對任何人作出傾訴 認為其他人會利用自己對他們的信任 反過來傷害自己 第四 就是在其他人的友善言行舉止中感受到威脅 第五 就是對其他人的責罵、怠罵或傷害 唯有長期的怨恨 第六 就是覺得其他人只在對自己進行攻擊 所以會迅速進行反擊 第七 就是一直沒有任何理由地懷疑自己的伴侶有不軌的行為 如果妄想型型格障礙患者會出現持續性的幻覺、妄想行為 那就有可能是患有妄想型精神病 或者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妄想型格都會經常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 一直都固執地糾纏對方 如果處於一個戀愛的關係中 他們最擔心的事就是自己的伴侶會離開自己 妄想型格障礙患者會一直因為害怕失去 而猜疑甚至攻擊另一半 導致大部分人都接受不到這樣的戀愛關係而離他們而去 如果伴侶一旦有了想要離開的念頭 問題就會出現 一旦他們覺得自己無法掌控另一半 就可能會作出一些失控的行為 甚至一個極端的方式阻止他們離開自己 例如使用暴力 最極端的話甚至會發生凶殺案 這些就是妄想型型格障礙患者 轉移自己恐懼感的方式 其實你並不可以說他們 好像自戀型型型格障礙患者一樣 不懂如何愛其他人 他們的愛其實都是實實在在 只是都充滿了猜疑、霸道、無理取鬧、雜備和暴力 總而言之 妄想型型格障礙患者對愛情極之不信任 不但令到關係出現了裂痕 更加令到自己無法平靜下來 他們對於小小的背叛 哪怕只是他們假想中的背叛都沒有一絲容忍度 一旦出現任何端藝都會令到他們怒火中燒 其實妄想型格除了會受到遺傳性的因素影響之外 後天的成長環境都會影響人格的形成 妄想型型格障礙大多數都會在青少年時期就會開始形成 如果家長過度力外或遷就孩子 對孩子的要求千衣百順 在教育的時候都只有稱讚而缺乏批評 很有可能就會令到孩子變得自我忠心 認為自己可以得到任何人事物都是天經地義 長過後就會將這種錯覺持續地帶入社會中 一直用主公的角度去看待人事物 所以無法接納其他客觀的評價 形成妄想型格 相反地 比較為強勢的父母 可能會喜歡以一種羞辱的方式來教育孩子 都會培養出妄想型格的孩子 這些孩子可能長期受到父母極端嚴厲的責罵和批評 導致他們成年後都會根據童年時期的創傷 來認識世界 也都由於他們一直在缺乏愛 一直被拒絕 否定的環境中成長 都會導致他們無法相信愛 在幼年時期無法學到 如何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令到他們大過後形成妄想型格障礙 一直都有關注我們人格障礙系列的影片的朋友 可能都會發現 很多人的障礙問題都是源自於 患者在童年時期經歷的創傷 在看影片的你 如果將來希望養育孩子 或者正在養育他們 請給他們多些關心和外護 這樣他們才可以成長為一個健康 對這個世界抱有善意的人 作為孩子 他們不懂得如何才能令自己的童年過得更美好 選擇權往往都長得在父母的手中 或者你曾經聽過一句話 幸運的人用童年去治癒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去治癒童年 仔細思倫你的養育方針 亦令你的孩子成為一個不生幸運的人 如果你在童年時期經歷了創傷 希望你可以早日走出 多點看大自然 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生活還有很多人事物值得自己去期待 再見 再見